数字经济会取代实体经济吗? 如今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已经开始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人就说了,在未来 数字经济肯定会代替实体经济的地位 此观点一出引起了不小的争论 到底哪些算是数字经济? 它真的会取代实体经济的江湖地位吗? 大家先别急,先来看看我们数字经济的状况到底如何 按照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的统计 目前我国在手机生产、电脑生产、电信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收入 以及信息技术利用到传传产品里的附加增加值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相比美国都还比较低 而根据埃森哲衡量方法显示 我国从事数字化工作的人数占比 以及整个国家数字化转型的环境 数字化投入资本等比例也很低 甚至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同时呢,根据麦卡锡投入法计算可以知道 我国的个体消费者以及政府企业 在购买或享受信息服务中的支出占比 在全球却位列前茅 甚至还高出美国不少 这说明了啥? 这说明我国目前在互联网的投入方面并不落后 甚至可以说十分重视数字经济 但是产业却还不够发达 好了,了解完我国数字经济的现状 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数字经济这些年的发展 确实给我们的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比如,从逛街转到网购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也有人说了,这是好事 为啥呢? 因为它带来了商业模式的变化 无误竞争让效率更高了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所有的行业都不会一成不变 如何发展得更好 如何实现质变 就是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比如说,如今火爆的河马先生 每日优先等 就是一种线上加线下的融合 这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新形式 而且19大报告也提出了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 所以说,无论互联网怎样发展 是不会完全取代实体经济的 在未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只会越来越融合 这不,中国工程院院士乌赫全 在中国经济大奖堂中就总结说 数字经济所对照的是传统经济 而不是实体经济 数字经济本身 它也是可以用在实体经济上面 它也是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我认为将来可能很难分清 哪些是原有的实体经济 哪些是新的一种技术模式 两者会更紧密地结合 说了这么多 所谓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您都听明白了吧